今天聊的是国民党民调出炉 那当然郭台铭觉得 这一个初选民调不公 不过郭台铭上个礼拜 我接受我专访的时候 他还讲到了一个很大的关键 他希望中国转型 然后他投入这场选战当中 他整个两岸路线的论述 某种程度比较接近 马英九的传统中华民国派 你怎么观察他 今年这场选战的攻防 看到那天你专访他之后 我觉得真的是一举同情之类 就是怎么会 所以就是说 其实今天早上结果出来 你觉得他战略上 过去三个月犯了哪些错误 首先他整个选战都是一个假人 他没有 他其实就是一个郭董 在我们就是 你随便翻一本商业周刊 金周刊这个专访 你都可以从他那个自理行间 就是体会到他那种 不可一世的霸王气概 然后他 我说什么我就 就是什么这样子 然后他说错话我也不怕 其实他那天跟 在你的专访上他也很敢讲 对 他说错话他不怕的 他负责 他是一个有这样气概的人 可是他从头到尾这个初选 都呈现一个假人的状态 所以一开始什么青草地 一个最瞎是什么 妈祖要他选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 就是他会说他是 妈祖托梦让他选 他其实现在很尴尬嘛 就是那妈祖托梦 那为什么韩国瑜是 四十四你二十七呢 就是他很难解释这个 就是妈祖托梦退党 就是妈祖要你脱党参选呢 对就是他就是 然后接下来就是青草地 帮记者绑鞋带 其实郭董对记者 是非常非常强势的 就是他曾经假扣押过 我一个前同事的薪水 就是他们有一个诉讼 就是可能他怀疑公司的人泄密 给这个我这个同事 就是记者 然后呢 还是假扣压了他半年薪水 那记者生存都有问题 他是这么样一个tuff 这么强势 他遇到困难 就是碾平的 这样的一个性格 然后他去帮记者帮鞋带 我觉得这整个都很不可思议 到底是谁叫他 去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郭董 你现在如果真的是一个 说什么是什么的企业家 你就把这个人拖出来 编fire 踢出那个竞选团队 这个整个表现就不是郭台铭 然后还有 譬如说我现在 我这几天就是看那个YouTube 就是每天打开 那YouTube看 不管我看什么新闻片 因为我很爱看各种新闻片 然后他都插广告 就是郭台铭的广告 可是我现在问一下 就是我看一小时的新闻片 他会插三次 都是郭台铭的广告 所以他其实是占据 所有这种新闻片 YouTube的这个广告时段 对 可是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记得郭台铭 拍的广告内容是什么吗 我懂我懂 你记得吗 不是 广告也是这样 有的时候 比如说私事有两种 对不对 但是大家就觉得 私事有两种非常洗脑 对不对 对 那郭拍了很多广告的影片 然而郭并没有某一支 深刻的打动很多人的心 或者脑袋 对不对 你现在想不起来 他拍过哪一支广告 对吗 相信郭台铭 对 相信郭台铭 郭董 相信郭台铭 郭董 但是前面的内容都不知道 最后的石头梗 相信郭台铭 郭董 对吧 现在大家都 没有人一点都想不起来 他拍过什么广告 对吗 这就是这三 这几支广告 这三支广告的效果 就是没有人想得起来 郭董你说过什么 对 这完全失败 我那时候看到 那个广告片的时候 我其实蛮震惊的 我想 这个是我大学时代的广告片 就是那种 台湾刚刚解研 然后什么都充满希望 然后这种 还有很堂皇的音乐 什么皇室风格这种 就我看了以后 我就觉得这个广告好复古 这到底是谁拍的 那个郭董 请你把他提出竞选团 对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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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sense 就我不清楚 为什么这个结果会是这样 你花了这么多的钱 你占满了所有的广告版面 其实韩国瑜是一个 劣势的状态 他们两个在这个初选里面的 那个投入资金成本 然后 所以韩国瑜有一个 庞大的媒体集团造成 那个媒体集团 有一个无线台 有一个cabhole台 还有这个网站 然后还有报纸 报纸还好几份 还有杂志 他是一个全媒体集团 可是郭董是 除了那个媒体集团之外 大部分的 其他的电视频道 什么都是支持郭董 那只有广告而已 所以郭台铭第一大后悔 可能是当年没有买下一个媒体集团 因为以郭台铭当年的财富 我刚刚秀财报给观众朋友看 远大于蔡衍明 郭台铭要买下媒体集团 轻而易举 是啊 就是他现在最后悔的事情 可能是当年没有买下 他也是应该请你去竞选团队 我应该不会是他竞选团队的成员 他我理解你刚刚要表达 他要诉求他应该更精准定位 比方说像本节目叫年代向前看 他可以跟台湾社会诉求 郭董向前看 那向前看有两个钱 一个是money 他郭董比韩国瑜更有money说服力 对不对 好 第二个是前进前方 我们的未来往哪里走 因为我们不是活在1950年1980年 我们的未来是2020年 2022年 所以郭董就算要打很多广告 前面可以有文案 后面叫郭董向前看 哎呀这样好像自录本节目 他觉得有资格比韩国瑜 他更有韩国瑜有资格定位说向前看 可是以他今年来讲 他现在的决心要切割鸿海 然后他就会完全投入政治 而鸿海富士康跟很多台商 今年在中国内部的经济状况的处境 事实上今年是很艰难的 是